高血糖是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 如果不及时降糖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通过观察脚步变化 我们可以更早地发现高血糖的迹象 从而及时采取措施降低血糖水平 保护身体健康 一、脚步麻木和刺痛感 长期高血糖对神经系统的影响 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这种病症被称为糖尿病病变 它会导致神经受损 进而引发一系列症状 最初患者可能会感到脚步麻木和刺痛感 这种感觉类似于被挣扎或刺痛 糖尿病病变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神经损伤 尤其是末梢神经脚步神经受到影响最为明显 高血糖会损害神经的结构和功能 导致神经传导速度减慢 从而产生症状 脚步麻木是最早出现的症状之一 患者可能会感到脚步失去了一部分感觉 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这是因为高血糖损害了神经末梢 使其无法传递正常的感觉信号到大脑 这种麻木感可能会逐渐加重 甚至扩展到脚踝和小腿 患者可能会感到脚步刺痛 这种刺痛感常常被形容为挣扎或刺痛的感觉 有时会伴随着刺痛感的电击样疼痛 这是因为神经受损导致了异常的神经冲动传递 使得患者感受到疼痛 这种刺痛感可能会在夜间加重 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 除了脚步麻木和刺痛感 长期高血糖还可能引发其他症状 例如患者可能会感到脚步或腿部的麻木 导致部太不稳容易摔倒 他们可能会出现肌肉无力 腿部抽筋和走路困难等症状 此外病变还可能导致性功能障碍 消化不良和尿失禁等问题 高血糖到糖尿病病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重 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非常重要 糖尿病患者应该定期检查血糖水平 并定期进行神经系统的评估 一旦出现病变的症状 患者应及时就医 寻求专业的治疗 二脚步溃疡和嘲弘 高血糖是一种常见的糖尿病症状 长期高血糖状态会对血液循环产生不利影响 导致微小血管病变和血管壁损伤 这种情况下 血液供应不足会导致脚步组织受损和溃疡形成 患者可能会出现脚步潮红 发热疼痛和溃疡的症状 高血糖会对血液循环产生负面影响 主要是由于高血糖引起的微小血管病变和血管壁损伤 高血糖会使血液中的糖分子与蛋白质结合 形成糖激化中产物 这些物质会在血管壁上审击 导致血管壁增厚和变硬 从而影响血液的正常流动 此外 高血糖还会引起血小板聚集和血液粘稠度增加 进一步加剧了血液循环的问题 由于血液供用不足 脚步组织会受到损害 正常情况下 血液通过血管供用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给身体各个部位 包括脚步 然而 高血糖状态下 由于血液循环受阻 脚步组织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和营养物质 从而导致组织损伤 脚步潮红是高血糖导致的血液循环障碍的一个常见症状 由于血液供用不足 脚步的血管会扩张 以增加血液流量 这会导致脚步皮肤变红 给人一种潮红的感觉 发热是由于脚步组织受损引起的炎症反应 当组织受损时 身体会释放炎症介质 如白细胞和细胞因子以应对损伤 这些炎症介质会引起局部组织发热 从而导致脚步发热的感觉 疼痛是高血糖导致的病变的结果 高血糖会损伤神经系统 尤其是末梢神经 这会导致疼痛 刺痛和麻木感 当脚步组织受损时 神经末梢会受到更严重的损伤 进一步加剧了疼痛的感觉 溃疡是脚步组织受损的严重后果 由于血液功用不足和病变 脚步组织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和压力的伤害 即使是微小的创伤 也可能因为血液循环不良而无法得到及时修复 从而逐渐发展成溃疡 溃疡是指皮肤或粘膜上的一块破损区域 通常是由于组织坏死或溃疡形成的 三 脚步水肿和足底凸起 高血糖引起的肾脏损害是糖尿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 肾脏是排除体内废物和调节体液平衡的重要器官 当肾脏功能受损时 体内废物无法有效排出 导致水分猪瘤和水肿 脚步是体内水分猪瘤的典型表现 患者可能会出现脚步水肿和足底凸起的情况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应及时咨询医生 检查肾功能并控制血糖水平 除了脚步水肿和足底凸起 糖尿病肾病还会导致其他症状 如尿量增多 尿贫 尿液浑浊等 这是由于肾脏受损后无法有效过滤血液中的肺物和多余的液体 导致尿液中出现异常 糖尿病引发肾病的发生机制涉及多个方面 一 高血糖会导致肾小球滤过膜的损伤 使其对蛋白质的选择性过滤能力下降 这会导致蛋白质从尿液中泄漏出来 形成蛋白尿 二 高血糖还会引起肾小管的损伤 导致尿液中的肺物无法被有效排除 最后 高血糖会导致肾血管病变 进一步影响肾脏的正常功能 为了预防和治疗糖尿病肾病 控制血糖水平是至关重要的 良好的血糖控制可以减缓肾脏损伤的进展 此外 合理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也是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重要措施 限制炎的摄入 适量饮水 避免过度劳累等都有助于减轻肾脏负担 对于已经发展为糖尿病肾病的患者 及时的治疗也非常重要 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肾脏替代 治疗 药物治疗可以通过控制血压 降低血脂 减少蛋白尿等方式来保护肾脏功能 肾脏替代治疗包括透析和肾移植 适用于肾功能严重受损的患者 通过观察脚部变化 我们可以及早发现高血糖的迹象 提醒自己及时降糖 脚部麻木和刺痛感 溃疡和潮红 水肿和足底突起等变化都可能与高血糖相关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应及时就医 并采取措施控制血糖水平 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除了降糖药物 合理的饮食控制 适量的运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也是降低血糖的重要手段 保持血糖水平稳定 关注脚部变化 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健康